不代表说什么都是孩子说的话的算 也不是我们说的话的算 是神说的话的算 所以这个很清楚 所以怎么惹而拟弃 第二点我就讲到说 比如说刚刚讲学钢琴 然后我们家都有这些的成长的增长 有钢琴 有小提琴 有各方面的选择 还有学中文 我们对孩子的要求 他说我们家里有一个钢琴 然后我们要求每一个孩子 都要弹钢琴 然后他们就讲说 后来就是孩子 当他懂事一点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说 我不想弹了 那我们就是说 好 我们有一个要求 我知道 你们不是将来是读弹钢琴的 我们所以爸爸妈妈 不会花这个100块 150块一个钟头 这个逼你们钢琴 你们知道我国语是 后来到美国才学的 我根本就不会这个 boko mofo 所以呢 当孩子学中文的时候 我跟他们一起 真的是很辛苦的来学 这个boko mofo 后来他们到三四年级 就决定不要上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类似的决定 那当然 Awana比中文更重要 更好了 那可是呢 这个例子 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也祷告 也按着刚刚说的 各样的方式 怎么去了解 然后就决定说 好了 就不上了 结果你知道吗 到大学的时候 两个孩子 都自己去选上中文课 结果他们 在大学学了 两年半的中文 比我自己 闹得这个鸡飞狗跳 然后家里 这个不平 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 我们盼望是 你将来 你弹这个piano 你是自己 可以这样 疏解你的这样情绪 You will appreciate 你会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但是我们就说 你到中学的时候 如果到那个时候 那你要放弃 你就放弃 我四个孩子里面 两个只有达到那个 其他的 我们就是弄的 好了 你不要就算了